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再检测 对于原始点的食物控制方面 没很好跟从 运动也没 认为平时工作 在公司走动 也很劳累 七年前认识原始点后 我在家中都尽量用原始点来处理自己与家人的疾病 手法不是很正确 不过深深感受原始点的魅力 肝脏医师无私的奉献人类 让我们免除对疾病的恐惧和劳民伤财 丈夫双腿 麻痹已五年 去年双脚不同月份肿痛 后来用原始点治疗好 上两个月 他打了第三支疫苗 跨出诊所 整个左手臂马上冰领了 像ice cream 冰淇淋 直到四小时要睡觉前 左手臂还是冰冷的 他后来几天 都每天吞几粒姜粉 我装在胶囊 每天晚上睡水暖店 这两个月来 他每天都很疲倦 经常有副作用 心跳很快 头晕 头痛 发冷 寒碳 每天咳嗽 说是喉咙不舒服 有喷姜粉 经常有煮姜汤给他喝 上个月 左半身完全麻痹 他就用远红外线最高温照脚 结果烫伤 汽水泡 因为他上班忙碌 又无法请假 整个人累到快垮了 脚发浓恶臭 擦姜粉和涂姜泥也没进展 之前为了拿病假 去诊所洗伤口 结果挖掉腹肉 然后发炎伤口更加深 一直出脑 无法干 请问该怎样处理 洛杉矶团队回答 一 原始点是一门生活化的医学 在日常生活中必须落实操作 应疾病由体伤和热能不足所致 操作者需正确善用按推及热源 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 良好心态的 以改善提伤及热能不足 才可提升体力 自愈力 疗愈疾病 重回健康 虽然你说七年前认识原始点 但也说手法不很正确 患者食物控制方面 即运动也不到位 是不是各医疗保健之事善缘 没有落实 而原始点应用是 有名 无实 二 疫苗极寒 体弱者接种后 会严重消耗热能 加重体伤 而产生症状 你描述先生最近的症状 首先是重症 但症状若更加严重 则属恶化 若有体力虚弱病症 极为重病 较具危险性 重病表示热能严重不足 为了保命 处理上应以外内热源为主 按推及其他保健方法为辅 三 所有外内热源的使用 是在身体的承受范围下 以患者能接受吸收 且病情得以改善为最高原则 若有窗口 则只能用姜汤处理 但若患者觉得浓姜汤太刺激 而不愿接受 你可改用淡姜汤 或淡参汤 或淡姜参汤 处理窗口 除透过电热器外 窗口周围 还可用姜粉或姜本泥等温服 然后配合按推原始痛点 乃至换出痛点 再用浓姜汤清洗 从窗口流出的血液或组织液 处理干净后 窗口需保持干爽透气 避免使用纱布或保鲜膜等包扎 请参考重病处理章节 四 张一是最近每周的直播 有教手法及实作 最新手册有更丰富和易血的资料 请参考 如果你们是用原始点以自救 必须努力学正规观念 若是善缘 严格执行 不能马虎 才可转危为安 请老师补充说明 回答得非常好 那很明显这个患者打疫苗之后 就变成重病了 因为他还会怕冷 整个手臂像冰淇淋这样 那这个一看起来 后续的 当然就要赶紧加强 外内热源的补充了 即便按推 还不是很纯熟 但如果懂得方法 懂得赶快用外内热源 也可以改善 那我们的志工所有的回答都已经很到位 这一部分我就不再多说了